哈利利亚,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九节至十八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反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做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 这就是我常说,那在我以后来的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从他锋芒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万君知主我们的神耶稣 你来到这个世上 来赐给了我们耶稣基督之名 今天我们每个人因着信心来到了主的面前 愿主来引导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来正确的向主 献上礼拜 每个人的命运都能得到改变 每个人都能得到主的祝福 主来到这个世上的真正的旨意 愿每一个信主的 你的子女们的信仰都能得到成长 愿主来喜悦他们的信仰 愿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能有个真正的改变 在这个世上 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期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来向主献上感恩 每一天都能像圣诞节一样 充满感恩的心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利亚 我们一起来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大家觉得高兴吗 Merry Christmas呢 是说喜悦的一个圣诞 那么真正是应该是喜乐的一个圣诞的 其实这不信主的人比信主的人是更高兴的 一到十二月 一进到十二月呢 可能是有很多的人 他们都会享受于这 他们都会去准备这个圣诞的 并且在经济方面呢 十二月份呢 是一个经济效益最高的一个月 所以呢 有很多的店里呢 都是做好充分的准备的 这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应该是喜乐的一个圣诞的 因为耶稣基督是来到了这个世上 那么是来到这个世上的日子的 这一天呢 是比别的日子呢 是更高兴 更喜乐的一个日子的 原本是在这个世上不存在的 没有喜乐的一个 耶稣一个神呢 他耶稣基督降世的这一天 原本是在这个世界上是黑暗的 是在这个世上是存 是寻找不到的一个喜乐 这个喜乐是从神 是从天而给我们的 那么神是创造了天地万物 通过圣经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几千年开始 几千年之前呢 耶稣基督神就告诉了我们 道是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 是耶稣是用 以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这个日子的 那么神呢 是创造了天地万物 并且祂是掌握在这世上的 所有的权柄的 并且神是一个统治者 祂是掌握在世上的 所有的这个一个统治者 那么看不见的一个道 一个神 那么这个道 这个神是成了一个肉身 是亲眼可以让我们见到的 这个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这个日子的 那么整个人类呢 在几千年开始 这几十亿几百亿人口 当中就说他们一直是寻找神 但是未曾看见的神 那么创造天地万物的永远的通知者的神 神是道成肉身 是亲身来到这个世上的一个日子的 这次令我们意想不到 并且是非常非常喜乐的一个 非常大的价值的一个日子的 那么这个如此大的价值呢 是用我们的脑 大脑呢是想象不到的一个日子的 现在有两个人锁阿门 现在只有两个人锁阿门 那么这两个人 只有这两个人 好像是才知道圣诞节的意义吧 你们可以看这世上的很多的一个宗教的书籍 没有一个地方说 他们是创造天地万物 并且他们宣言说 他们是统治者的 并且没有一个宗教的书籍说 你要来到我这里来 我会让你得到解放 我会让你得到永生的 那么创造天地万物并且 创造这个人类的神呢 只有是神 只有我们的耶稣 我们的神呢 才是增加到我们的创造天地 万物并且和人类的神的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呢 是没有变神的 那么耶稣基督是降世在这个世上的 那么曾经在圣经上所预言的 那个救世主 他会来到这个世上的 那么可能是没有一个人会想到 这个孩子 这个婴儿出生就是我们的救世主 还有曾经预言说 要来到这个世上的耶稣基督 在宗教的一种教理上 可能会说是 是记载到了这一点 但是真正的 实际上是 耶稣基督是来到了这个世上的 所以呢 有很多的人 他们可能是没有去准备 说是 耶稣基督会来到这个世上 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想到 并且没有想到 耶稣基督会来到这个世上的 这世上的所有的人 他们会不分众业的努力去工作 去为了挣钱 去为了得更多的钱去努力 但是可能没有几个人会想到 耶稣基督会来到这个世上的 为了让这个黑暗的世界 能有一个光 耶稣是来到这个世上的 刚才我们念的 在圣经上也记得到 耶稣是道长肉身 来到这个世上的 如果耶稣没有来到这个世上的话 这世界只能是一片黑暗 是不会有光的 那么在黑暗当中 你就算是有眼睛 但是看不见的 有耳朵 却是听不见的 有心 却是不能去领会的 是不可能知道 这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的 你只能是一直在挣扎 一直在彷徨 那么在黑暗当中 因为是没有光 没有希望 所以一直只能是在黑暗当中的 因为没有太阳 你就算是白天 你还是一直是 黑天是同样的 这样的人一直会在 一直会在黑暗当中 挣扎着彷徨着 但是却找不着方向的 就在这样的黑暗当中 耶稣基督是用 就像是一个光一样 一丝光一样 他是照亮了这个世界 原本是不能照亮这个世界 原本是不能照亮这个黑暗的 这个世界的 只有是我们 耶稣基督是用一丝光 来照亮了这个世界的 并且耶稣基督对我们说 成为了一个真光 成为了一个光的 一丝光 一个希望的光的 耶稣基督是来到了这个世界 那么就算是不信主的人 就算是信主的人 我们要把我们的一切都 来敞开在神的面前 要让这个光 来炸耀着我们 要让神来 一直来引导着我们 我们要把所有的一切 都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当 我们要去 为了蒙神的这个祝福 而去努力的 那么如果你没有做好 这个准备的话 你就算是 现在占有很多的钱 你就算是富翁 但是其实你是一个贫穷的者 你就算是穿着在华丽的衣服 但是在神看来 你却是一个光着身子的人的 你虽然想你现在是站着的 但是在神面前 你却是倒下的 你现在想 我是活着的 我是挣钱的 我是有钱的 我现在是活着的 我是站着的 但是其实在神眼里看来 其实他是死的 他是倒下的 如果你没有把耶稣基督 作为一个真的光 一个一丝的希望 来接受的话 那么你是不会得到 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真光的 我们要怎么来相信耶稣呢 我们要把神为 先信成一个 只有这一丝的希望 一丝的光的 你就算是得到了 这世上的所有的金银财宝 你就算是再怎么样的富翁 但是呢 你这所有的一切 在神眼里呢 其实并不是完全的 只有是来跟随着耶稣基督 才是个真正的道理 才是真正的真理的 这世上呢 只是去讲 这些权力 权能 还有金钱 和所有的 这世上的一切的 你认为 你可能会掌握一些权力 这些钱 还有这些经济方面的话 那么你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成功 你就会觉得万事 会横通的 并且你会想 啊这样的话 如果我有钱的话 我一定会 所有的事情 都会万事而异的 所以呢 这世上的人 会一直拼命的 是去这世上的钱 去为了得到 这世上的权位 权能而努力的 但是你要知道 这并不是 你是为了去挣钱 是拼出你的命的 但是你这是为了钱 你这是为了 这个权能和权力的 但是你却要 豁出你的性命 你要把你的性命 给豁出去的 有的人 他如果为了钱的话 可能是他会 卖出卖他的灵魂的 有的人呢 为了挣很多的钱 他甚至会去 出卖自己的灵魂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灵魂 是非常宝贵的 你不知道 你的灵魂的 这个价值是多大的 如果我们不来接受 这个真光 一丝真的希望的 这个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得到 真正的生命的 如果我们没有 耶稣基督的话 没有耶稣基督的 这个光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得到 这世上的真正的 光和荣耀的 如果我们相信就热烈的 把所有的灵魂 归于神 那么我们在这个世上呢 我们一定要去 真正的掌握好 这个光的 我们2017年的 这个圣诞礼拜呢 希望能成为一个 真正的能改变 你们的命运的 一个圣诞节 用主动名来祝愿你们 2017年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吗 现在为什么是2017年吗 是 真正是不知道吗 我们说现在是2017年 那么为什么是2017年呢 是以耶稣基督降生的 这一天为基准 为犀利 这一天呢 为标准 为犀利 从那一天开始来计算呢 现在呢 是2017年 这是俄罗斯的 这个共产主义 这个政治的国家呢 他们也是这么计算的 这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 为标准 为犀利 为标准呢 来计算的 那么这个世上 的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以耶稣基督降生 为这一天为标准的 但是现在已经 虽然是过了两千多年 还是有很多的人 他不知道真正的光是什么 真正的希望是什么 我真是感到非常的惋惜的 有的人虽然说是信了主 信了耶稣 但是有很多的人 他们还没有真正把耶稣 作为王 作为主 过他们的真正的信仰生活 有的人说 虽然他说是信主 但是他生活上 还有很多的问题 没能得到解决 那是因为他还是在黑暗当中 他不知道这样的问题 应该是怎么去解决的 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光 是一个希望 他会来照亮我们 那么 如果这个光照进我们的话 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那么我们就会有个 重新的开始的 哈利利亚 耶稣基督的这个一个真正的光呢 他也会来照亮我们生活 这个背面的所有的黑暗的 就是我们从心底里的所有的一切 他都会照亮的 你们相信吗 我们是一定要真正的去相信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表现出来我们的这个光 我们要表现出 我们要能显现出这个耶稣基督的 并不是说以宗教性的去相信耶稣基督 而是真正的 我们要见到主的这个统子当中 我们要见到这个主的大能当中 我们要真正的让我们 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表现出 我们的耶稣基督的 还有我们要去体验到耶稣基督的 我们要去见证 我们要去赞美耶稣的 我们要真正的来接受耶稣 要让耶稣成为 要把耶稣作为一个真正的光 和真正的希望 来到这个世上的 有的人虽然说是相信了主耶稣 但是他的生活还没有改变 他一直还是在黑暗当中 在黑暗一直在挣扎 在彷徨当中的 我们说来相信耶稣基督呢 并不是说像哪一个 你们邻居的这个一个 一个别人一样去相信 而是说我们要真正的相信 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我们的救世主 真正的统治者 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到 你未曾看见各道所有的一切 在有一位姊妹呢 她是生活在Wakayama的 一位叫Mine的一位姊妹 她呢 是患个疾病 就说她每天 有一次呢 她每天会就是说 被救护车 去医院去两次的 但是一到医院检查呢 不知道这个病因是什么 她呢在医院呢 被这个救护车给拉走之后呢 她在医院呢也是说 她是不能坐着 也不能躺着 她一直是站着的 一直站了四天 这应该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但是病因又是找不到的 那么在医院检查 再怎么检查呢 都是不知道 她这个病因是什么的 她呢是非常 就是说身体是一直是疼痛 一直是非常痛苦的 连脸都不能洗 是连坐着都不能坐着 只能是在那里站着的 并且不管是 她想死也死不了 因为每个人不是说想死 就是能死的 死亡的这个力量呢 是其实是非常大的 我们要知道 我们就算是想死 但是呢 其实是想死也不能死的 但是活着呢 又觉得是最大的痛苦的 所以呢 Wagayama这个教会的 一位一个人呢 把她来引导到教会 这可能是在两年前 发生的教会 在两年前Wagayama教会的 那个创立礼拜的时候呢 我去了哪个教会 那么在礼拜结束之后 我为她做了祷告 我为她做祷告之后呢 她的疾病呢 就得这些所有的症状呢 就得到了治愈的 后来她有自己 开车呢 去了她的亲戚家 她的亲戚们都吓了一跳 原本是在 就说连坐着都不能坐着 在医院也检查不出来 病因是什么的 一个患者 一个病人 她只能自己来开车 来到自己的亲戚家呢 原本是他们的家庭 状况呢 是非常非常的是黑暗的 只有是黑暗的 就算是吃药 就算是在怎么治呢 都是不能治的 但是呢 她那一天 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得到了治愈的 所有的乌龟都会退出去的 所有的撒旦都要退出去的 只要奉耶稣基督之名 所有的一切都得到了解决 现在她虽然 她呢 现在是没有来到教会的 所以呢 我一直没有去做见证 其实她的疾病得到治愈的话 就要一直来侍奉主的 但是有很多的人 她的疾病一得到治愈 她就马上要离开这个教会 就去吃喝玩乐的 所以呢 我认为如果不信主的人 你如果一下子给她做祷告 让她的疾病一下子得到治愈的话 她可能是会离开主的 那我那作为牧师 我不会因为 为了来治愈你的疾病 来得去祷告的 而是为了让你的信仰呢 得到坚固 为了让你的信仰 能有个真实的信仰呢 会去做祷告的 大家都知道上周呢 有一个韩国的一个年轻的 一个艺人呢 他是自杀的 他现在是非常火的一个 少年集团的一个成员 但是呢 他说他是没有希望 他觉得活着还是非常痛苦的 他说你们就放过吧 放过吧 你就让我死掉吧 所以呢 他说 如果你们放下我的话 如果你让我走的话 我会变得平安的 但是大家想想 但是如果放下他 让他死了之后 他会幸福吗 他是不知道死后 是什么样的生活的 所以呢 他只认为离开这个世界 也会平安的 但是耶稣呢 对我们说 这个世上呢 你们想在这个世上 生活两三百年吗 有很多的人是说 想在这个世上 生活很长时间的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人人都有意思 并且在死后呢 都会受到审判的 你就算是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一百多岁 但是不可能是永永远远的 人人都是有意思的 并且在死后呢 都是有一个审判的 因为在死后 都是有一个 这个审判的 这一个过程的 在审判台上 如果没能得到 这个神的拯救的话 他只能是会被扔进了 永永远远的活海里的 这就是人的命运 人的人生呢 并不是说 这只能是一百二十年之后就结束了 人的灵魂呢 在这个世上呢 就算是肉体是结束了 但是会永远远远 会在天国或者是地狱的 灵魂会永远远远的 就说 不管是你是在天国还是在地狱呢 你的灵魂会永远远的 在圣经上也记载到 耶稣呢 对他的弟子中的一个人说 背叛耶稣的 加略尤达 耶稣首先对他说 你 你如果是不在这里 会更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成为真正的光的耶稣基督 成为真正的拯救者的耶稣基督 你虽然是来接受了 来跟随了这个耶稣 但是呢 你如果没有来跟随着 真正的来跟随着耶稣基督的话 那么你反而是 比这个不如 降生在这个世上的 因为 你作为一个人 如果不是真正的来跟随着耶稣的话 那只能是有一条 这个地狱之路的 那是比不出生 还要是更受到咒诅的 这是神对这个世上的 所有的人都说的 耶稣不来跟随基督 耶稣基督的人 那么他们是 不如不出生在这个世上的 耶稣呢 他是望着这个耶路撒冷城 他是一直流泪的 为什么呢 因为耶路撒冷呢 他们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 他们没有连接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的命运呢 往后会怎么样呢 耶稣是 他是知道会怎么样的 但是以色列人 他们是不知道 往后预测会是怎么样的 耶稣基督 他是知道 耶路撒冷的这个网 之后是什么 所以呢 他是在那里流泪的 曾经排斥耶稣的耶路撒冷呢 在1900年前 在他们一直是分散在整个世界的 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国土 没有自己的这个国家 他们一直是被掠夺 被侵略 然后呢 他们是被希特勒 屠杀了600万人的一个 非常大的这个惨 非常悲惨的事件的 那么他们就 这就是他们违背神 违背耶稣的一个这个后果的 所以呢 耶稣基督当时是预测这一切 他是往着耶路撒冷城 他是在那里流泪的 亲爱的各位 你们来接受耶稣基督 来接受耶稣基督 迎接耶稣基督为主 为主耶稣 为我们的王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们是应该是喜乐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真正的信仰 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来迎接耶稣的话 应该流泪的 应该为你的周围 以及你的这个 家人没有迎接耶稣而流泪的 因为在圣经上也是记载着 如果不依靠耶稣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时间的 如果没有来迎接耶稣为主的话 那么你们就不会有永永远的生命 到那时候呢 你想哭可能都不能哭的 到那时候你不能为你的家人 为你的亲戚 为你的亲朋好友 不信主耶稣而伤心而流泪的 现在你们在这里流泪 你们在这里后悔 你们流泪的话 现在还是有希望的 你们现在曾经没能接受 耶稣为真正的主 为真正的王 为真正的我们的天赋的话 那么现在还是有希望 现在还是有机会来相信主耶稣的 如果你们真正的来 接受耶稣的话 那么你们就会得着主的拯救 得着主的祝福的 我刚开始来相信耶稣的时候呢 我与我的妻子一起来赞美 或者是来打告的时候呢 我的妻子呢 一直是在那里哭的 我问了你为什么要哭啊 我的妻子说 耶稣是人是太好了 耶稣是最好最好的 当时我就想 什么什么玩意儿啊 但是我没敢说 没敢骂耶稣 因为我当时也是信主的 我只是从心里想 你是有我这个丈夫 你怎能说耶稣是最好的呢 你应该说你这个丈夫是最好的 但是在我的妻子那里呢 心里是说 他是耶稣才是真正的统治者 耶稣才是真正的救助 虽然他认为耶稣是好的 但是我当时因为是刚信主 没长时间 所以我没觉得耶稣是最好最高的 但是不知哪一个圣洁开始 我从心地里开始相信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 所以从心地里开始 我们相信 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王的 所以在那之后呢 没过多久呢 我在赞美唱诗的时候呢 我就不由自主地流泪 我在那时候呢 没有唱完过一首赞美 从一节到四节 我没有唱完过 因为我一直是在那里流泪 我一直是在那里想 我们的耶稣基督 真正是我们的王 我相信主耶稣基督 是悦纳了我的这个信仰的 我就想 如果 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名 耶稣基督的这个 惊人的这个世界呢 是不可能不去流泪的 不可能不去被受感动的 没有真正见到过 耶稣基督的人 没有真正体验到过 耶稣基督的人 他没有接受耶稣为基督 没有接受基督 没有接受耶稣为王的人 他就算是来到了耶稣教会呢 他是不可能尝到 这个耶稣的这个味道的 有的人可能会在那想 哎呀牧师在那里讲到 今天怎么又讲那么长时间呢 但是他是不可能知道 耶稣基督的真正的价值 和真正的味道的 我想在座的各位 没有一个人祷告说 哎呀牧师你讲到快点结束吧 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 是真正的光 真正的真理 如果他没有照亮你的 所有的一切 如果他没有照亮你生活的 所有的一切的话 你可能你的生活当中 只有是黑暗的 应该在你的生活当中 去求什么呢 你应该去求什么 你应该去 跟随着谁呢 你只能随着 是在那里彷徨的 但是如果你说 来相信耶稣基督的话 那么耶稣会照亮 你的所有的生活的一切的 比如有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说 不分昼夜的在那里说 我想你 我爱你 我爱你 大家想想 如果一个男人 分昼夜的在那里 彻夜的对你说 我爱你 我爱你的话 那应该是非常讨厌 非常烦人的事情 刚开始说几句 可能会是好的 但是一直就黏在你旁边 也不离开 一直说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你可能会感到非常的烦 你可能会想 哎呀 这个人是不是不相信我 不信赖我 怎么能这么一直 怎么 连着我一直说这样的话呢 如果这一对夫妻 结婚好长时间 如果一直不做别的事情 一直在那里 彻夜的说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的话 可能谁都会感到是忍 谁可能都是不能忍 做这样的事情的 谁都会非常的会 讨厌这样的事情 那么说这个我爱你的人呢 一直不分仇业的说的人呢 是因为是不信任对方吗 以前我对我的妻子说 我们俩一起生活 然后一起死 一起一个时间死吧 但是呢 我现在想也不用那样了 因为生一起生活几十年 然后呢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也不一定需要这个 同样的世界离开的 我一直是打告说 要按照主的旨意来引导我 让我在适当的时候 离开这个世界 我是信任主的 但是你因为是感到不安 你因为一直是感到怀疑 所以呢 你一直说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吗 会再次的确认的 但是你如果有这个自信的话 我们你就不会再去一直说这样的话的 不会再去确认的 我们来相信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要有这个确信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要让耶稣基督的这个光 来照亮我们的生活的 如果现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光 没有照亮你生活的所有的地方的话 那是说明在那里还是有黑暗的 那是说明还是有问题 为了得到解决的 如果真正的光来照亮你们的生活的话 那么你们是生活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会有希望 都是会有未来的 我对我的未来 我对我的这个未来的事情呢 深夜时来已经是告诉过我 所以呢 我也会一直努力 我应该怎么去做 我应该怎么去走哪一条方向的 我是知道这个道路是在哪里的 我一直是按照耶稣来引导我的道路去行的 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呢 是这么去行的 如果这么做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 耶稣基督会是什么样的人的 并且那些所有的怀疑都会消失 那些所有的痛苦 那些所有的咒诅 那些所有的怀疑 痛苦 伤心 都会消失的 那再想想 如果你们说是真正来相信耶稣的话 那么你们还在那里遭受痛苦的话 那么最遭罪的是谁呢 应该是耶稣的 你们虽然说是口里相信耶稣 但是如果你们还遭受痛苦的话 那么作为我们拯救主的耶稣基督 祂是说明祂是没有能力的 所以呢 我们要 只要按照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道去做 去行就可以了 我是有自信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 才能是真正的 会得到神的真正的拯救呢 希望在这个各位呢 每一个人呢 都能接近来迎接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说 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光 我们要来迎接真正的光 和真正的耶稣的 如果你们知道耶稣基督的 智大神的智大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这个渺小 你的不足的 那么我们就会按照耶稣的引导 去走 去走一个真正的道路的 但是如果没有信仰的人呢 有的人就说 如果我用心去做的话 这教会会不会 还让我做更多的事呢 他会一直脚站在教会 一直脚站在这个世上的 他会就只是 一只脚挂在这块的 他不想说是 自己是不信主的人 并且他就是一只脚 是挂在教会 然后呢 一只脚是走在这个世上的 我们要完全两只脚 一直一起进到耶稣 进到教会 进到神那里的 我们要完全进到耶稣那里的 我们要让耶稣基督 来进到我们这个心里呢 要来让他完全来迎到我们的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下 我们要我们自己要死去 然后呢 要让耶稣基督来成为 我们的救世主 来主张掌握我们的 所有的一切的 如果这么做的话 这世上的所有的权能 和这个权力 还有精确 所有的一切呢 你们曾经未能得到 看到想到过的 所有的一切呢 会在耶稣基督这里 会得到一切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切的 我们可以看到 未曾看到过的一切 这世上的 这用这世上的眼睛 看到的这些权能 和经济呢 你们就可以知道 这世上的一切 应该是多么没有价值的 你们就可以知道 天国的这一切 是多么的有价值的 从今天开始 你们要下决心 我们要 下决心呢 我们要把所有的一切 都来献给主 就说我自己已经是死了 已经是没有了 已经是完全去壳了 我们要把所有的一切 都来让给耶稣 让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的王 来主张 来统住我们的一切 我们要把我们的所有的生活 都来献给主 我就像是死人一样 我们要把我的想法 我的意志 我的所有的一切 都扔掉 从现在到现在为止 我们按照我的肉体的想法 所想到的 所有的一切呢 都扔掉 我有一个特征呢 就说我自己 没有我自己的想法 沈云石牧师 沈牧师呢 没有沈牧师的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肉体的想法 我自己的想法呢 已经是都被定时 在乃斯之架上 我现在生活的一切 我自己本身 我本身沈云石呢 已经是被定时 在乃斯之架上的 所以呢 我无论是到哪里 做什么事情 说什么话 我都是来托给了主耶稣 我只相信来拯救我们 这世上的所有的 这个人类的主耶稣 基督的 如果我有吃的 我就感谢 不过没有吃的 我就得做进食祷告的 如果我饿昏了 如果我倒下的话 那么最没有面子的是谁呢 只能是耶稣的 那么如果我的这个 下场悲惨的话 那么最遭罪的 最没面子的是谁呢 是我的主耶稣的 所以呢 我相信主耶稣基督 我确信主耶稣基督 会一直来引导我 来祝福我的 现在你们 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那么其实你现在 拿着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 非常小的问题的 如果你来到 耶稣基督面前 所有的问题 都会一刹那 一瞬间 都会得到解决的 在这个世上的 所有的荣华复会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放弃了 所有的一切 他是道成肉身 来到了这个世上 是受到了很大的侮辱 来到这个世上 但是呢 他是为了来拯救 这个人类的 这是人所做不到的 这个自大的能力的 那么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上的理由 你就拿着这个 他来到这个世上的 这一点呢 如果我们来相信 耶稣基督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说 拥有的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 都是小问题 都会得到解决 就在一瞬间 都会得到解决的 你们可以说阿门吗 你不要再脚踏两只船 你不要再脚踏两只船 的这种信仰呢 你是去 一只脚挂着教会 一只脚挂着这个世上 你要看看 看情况 此时刻会改变的 你彻业的 你要完全 把两只教会 把所有的一切 都放在耶稣基督这里 从今天开始呢 你们要来迎接 主耶稣基督为真正的光 曾经你们到 今天为止你们未成 完全这么生活的 所有的一切呢 我们要去悔改 此时此刻 我们要真正的来相信耶稣 为我们的救助 为我们的王 你们要来 向绝信仰来 完全依靠神 这样的话 你们的人生会永永远远 会在主耶稣基督这里 会得到改变的 用主的名来祝愿你们 我们一起来 和主耶稣基督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